这个大都护的人选 臣以为 须是跟随陛下多年的心腹之人 若是玉修明他不将我放在眼里 我手里有兵 有刀有枪 一样也能谋一处逍遥自在的地方 你快看啊 左近天为止 难道他会放过左近天 就算陛下杀了左近天 我们也等不到那一天了 雪伯父这么着急的来找我 所为何事 我就想跟公子结盟 不在慈父与大朝军上的座前 夺回宁州 你若是强行破解枫叶 很容易被痛苦回忆掩住 你若执意要紧 有可能从此就醒不过来了 将他打入大牢 没有朕的允许 谁也不许放他出来 陛下 白鹿 陛下 只是不能接受白鹿 心中另有所爱吧 一定不要被幻想所迷惑 不然就永远醒不过来了 他在敏珠山被围食身负重伤 还能知身负敌营 难道真实是在敏珠山 给了他不死不伤的力量 你故意放出风声 让左近天以为 岳州大都户是自己的囊中之物 可转身却把册封的诏书 给了朱鹰这是为何 白鹿 九后无状 顶状于朕 将他打入天牢 好好醒醒救 是 车晃得这么厉害 想必是到了 中州辽阳一带了 现如今我们有六万人马 玉秀明只有两千禁军 就算他真的是真实将士 也赢不了我们 我能永远拥入天下 地统天下 这是朕 第一次帮人传魁家 传上他之后 一定要保住你的小命 白大人 这是什么呀 这是安神香 这是安神香 虽然不知道娘娘是何究竟 但希望 这能对她有帮助 白大人 白大人 娘娘醒了 娘娘 娘娘 可感觉好些了 幸亏我白主师在 珍住了娘娘的旧疾 以前我学过一些 幸亏今天能派上用场 本以为这旧疾 早就治好了 没想到今日又来缠上我了 娘娘这旧疾 有多久了 二十多年了吧 二十多年 岂不是从您小的时候就有了 小心先下去 是 娘娘 可还要觉得哪里不舒服 没事 我曾经跟你说过 我是与世送给陛下的贺雪 贺雪无法背叛主人 要是背叛 不仅会遭全族唾弃 更致命的 是主人为了控制贺雪所下的秘书 岳世 岳世 在我背叛于世的时候 我就知道 早晚会有这一天 但是我已经不后悔了 我只是希望 当这旧疾发作时 我能走得平静一些 不要让陛下 看见我这疯癫的模样 娘娘 来了我 碧 参见陛下 这是朕赏给你的 给我 你 谢陛下 好好收着吧 陛下这 这什么 这是麒麟牙牌 每一块都是陛下亲属做的 干什么用的 拥有麒麟牙牌 可以随意出入宫禁 向来只有陛下最亲近的护卫才有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拿着她可以 自由入宫了 此务陛下从来不轻易赠索 天妃娘娘追随了陛下七年才得到一枚 我呢 当了羽卫统领才得到的 可见陛下对你与对他人有多不同 这下晚上可以去棉石桥了 这下晚上可以去棉石桥了 公子 你要的东西已经取回来了 这是 这 琼华枪 就完太宰的意见处置吧 是 陛下 还有事 是 关于青天建主事白鹿 怎么了 最近朝中颇有些风言风语 官员们议论纷纷 说这白鹿明明就是星汉大典上刺客的帮凶 众目所见 铁正如山 可白鹿未被加以急刑 反而无罪开示官复原职实在是令人不解 众目所见未必铁正如山 陛下的意思是 此次有人于星汉大典上行刺朕 这件事是白鹿向朕首告的 因此朕得以提前布置 将贼人一网打尽 星汉大典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有什么问题吗 没 没有了 作为太宰 心胸应当开垮一些 陛下所言极是 今日我还因筹备圣寿劫一事 专门派人向秦天剑讨教 白鹿怎么说 白主持他不在 说是奉旨办差去了 奉旨办差 奉什么旨 这微臣就 这儿 这里的花纹质礼破碎 也不知道拼起来究竟是什么 驿队 南宫附近搜索 出发 是 谢将军 谢将军 白主持去了何处 我 奉 奉旨办事 宫里出了什么事 奉旨 方才陛下令禁军出动 四处寻找白主持 找我 不能啊 我去见陛下 白主持 太子似乎正在和陛下一事 多谢将军提点 来 陛下 都这么晚了 白主持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宫里头能出什么事 对对对 对 陛下 擎天见主是白鹿觐见 陛下 跑哪儿去了 你不是说进宫来见朕吗 朕就是给你拿来扯谎用的吗 我没有啊 我没说要来见陛下 我是去南宫办事了 想必是某人敬禅言了 哎 哎哎 是 是